Hello,大家好,我是宝云 欢迎收看我的这个video 现在我们要了解 什么是初期严重疾病保障 这个保障呢 大部分的公司在两年前已经推出了 为什么有这个保险存在呢 曾经有一位女士 她买了三份严重疾病保障 现在她患了炎胃癌 竟然公司一分钱都没有赔给她 因为呢 她患上的是初期严重疾病保障 而她买的是严重疾病保障 什么是初期严重疾病保障 打个比方说 癌症有分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或者第四期 初期严重疾病呢 是落在 第零期 或者第一期 也就是说 癌症还没有变成恶性 或者 还没有 不受控制扩散的细胞 它 就是 初期癌症 初期严重疾病的保险 就比如说 当你买了一个10万 在初期发生的时候 它将会赔50%的钱给你 就是说 5万块 在6个月内 如果是癌细胞变成恶性的话 公司将会赔上 100%的保障给你 100%的保障给你 就是说 10万 那 那个时候你的保单 都已经是 没有了 你总共拿的保额是 150千 但如果恶性发生在 6个月过后呢 公司将会赔上 多150%的钱给你 也就是说 初期已经拿了5万块 6个月过后呢 你再拿多15万 总共呢 就是20万的保障 意思说 当你买这个保险是1块的话 公司将会给你2块钱 意思说 这个保单可以赔上 150%到200% 初期严重疾病保险 他只需要还20年 一直到80岁满期 如果没有事情发生呢 80岁你可以拿完 你所有的本钱再加bonus 所以你一毛钱也不会亏 那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呢 你可以message我 或者联络我的电话 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